请用短短一个月累计使用已经突破5万人次 新竹线U-Bike 2.0深受民众喜欢 现幅加快建制原本预计年底要增加到50个站点 今天是提前达标了 新增爬虫公园、新轮公园和仁爱国中站 开放400辆单车骑乘 卡片一刷就能骑着脚踏车 享受自在迎风感受 推动绿色运输 新竹线U-Bike 2.0超前进度 提早完成设置50站的目标 今天正式开放400辆车 县府展现了它的行动力跟它的咨询力 在提早的时间完成我们竹北市设50站400辆的单车 我想这个我们要感谢我们微笑单车公司 刘立足董事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议会的 在竹北市的这些同仁、议员 大家的支持 我只能说我非常的佩服新竹县政府规划的很早 才能够阻力这么小的去把这个50站顺利的完成 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竹北市呢 因为这个U-Bike的导入 其实整个竹北市看起来就更亮丽了 更整齐了 而且市民骑程在这个街道上面 那个看到的那个笑容就是让人很开心 微笑U-Bike 2.0 6月27号上路 已先开放35个站点 270辆单车能骑程 原本预计年底前要增加到50个站点 现在提早5个月完成 县府与微笑单车 携手宣布 大喊我们做到了 有效率的设置就是因为听到民众的声音 启用以来短短一个月 累积使用突破5万人次 平均周转率达到6转以上 显示民众骑自行车需求大增 新增站点有爬虫两极公园 新轮公园 仁爱国中和百老汇影城等共15站 集中住宅区 便利民众通学和短程7成 目前的使用车次大概达到超过5万车次 这样的一个数字 其实告诉我们每一辆车使用将近7次 每天使用7次的部分 其实在其他县市来讲 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成绩 所以我们很感谢县民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绿能的运具的使用 能够解决我们通勤通学 未来可能就意采买的一个需求 4月11号启动建置工作 花费108天完成共984席车位 高效率达标50站 县府也持续推出优惠 7月底前前半小时免费 8月到年底前半小时5元 鼓励民众多加利用 皆能减碳